小小雅房內只有一張床 一套桌椅與衣櫃和小小對外窗 網路上標榜一個月四千八百元 又臨近金華城金華地帶 吸引不少上班族租屋 這房間就是發生火警的公寓 這樣木板隔間的小房間 竟然多達二十二間 臉上戴著口罩 他就是將起火樓層隔成二十二間雅房 大賺租金的黑心汪姓二房東 為了貪圖多賺房租 竟然將樓層違法隔間 一場大火奪走一條人命 意外讓他的惡劣行徑酷了光 其實這棟失火的公寓 是由一名無姓屋主所有 但在二十幾年前 屋主以一個月四萬元的價格 將四樓與五樓乘租給汪姓二房東 但他根本就不知道 二房東將裡面隔成了二十二間 每個月大賺七萬元 二十多年前 汪姓二房東以每個月四萬元租金 向無姓屋主乘租四樓跟五樓 而之後將四樓隔成十五間雅房 五樓也隔成七間 房間平均二到四坪左右 每個月收四千八到六千元 不等租金 光一個月下來 就可以進賬十一萬元 由於枕東公寓管理者不同 從事發後二三樓管理業者在臉書上發出聲明 表示隔間會造成用電超載電線走火 木板隔間又一燃 其實在火警發生前就曾提醒過屋主 沒想到還是發生憾事 橫行二房東無視住戶安全 為了多賺租金卻阻絕了租客逃生去路 如今害死一條人命 實在可惡 接下來阿公亞賣花燒品成直方 台北報導 海陸 台北